阿力公 喂 大家好 我是阿力 金牛再霸气也是有委屈 星座洗白系列轮到了金牛 今天呢 这期影片我也好好的来为金牛平反一下 不过这边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星座洗白系列目前已经有了 射手 摩羯 水瓶 双鱼 舞羊 有兴趣可以再到我的星座系列去看看哦 金牛座呢 是由金星所掌管的星座 因此金牛最突出的特质则是 极具感性以及艺术审美观 金牛追求崇高的艺术生活 包括家具 装饰品等等的生活物品 金牛都会讲求不只要使用 还要符合审美观哦 或许因为金牛通常不善表达言辞 所以也看不太出来金牛感性的那一面 但大家观察一下金牛 会发现他们经常透过文章 绘画 作品 包括肢体传递出深层感性的心灵 其实讲到金牛 大家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就是 固执不会变通 木纳难沟通 据点王更常听到的则是 小气又吝啬 受财奴 如果没有好好认识过金牛 一般人对他们都是有这样的误会 不过一旦与他们熟悉 变成亲近的好朋友或伴侣的话 那你就出温啦 金牛是12星座当中 最深藏不露的宝藏 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仔细聊聊 金牛座吧 真的吗 在人际关系的相处中 金牛对于自己的朋友 可是相当谨慎在做选择哦 金牛座面对不熟的人 如同于一万吨的一壶水 要烧开是需要很长的时间啊 而且金牛的确是比较不善言词 但他们也不会利用花里胡哨的言语 来包装自己的礼貌 尽管这样也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 所以在聊天时会尽量使用 趋于礼貌的方式来给予回应 但就因为为了有回答而回答 于是就出现了 这样啊 哦 嗯 这种带有礼貌微笑来给予回复 来结束这回合谈话 不过当然交谈的人 可能会因为这些回应太过据点了 而终止话题 这时候的金牛 可能也不会刻意找话题来热络气氛 因此才会让人觉得他们很慢热 或是根本就是据点王 其实金牛做的内心世界 并不是这样冷酷的 他们只是单纯的 不想破坏无法控制的结果 他们可能担心表达不善 而选择沉着冷静 他们宁可少说几句话 来避免说太多话 而破坏了别人对自己的出息印象 不过相反的 只要这壶水烧开了 你们对金牛的世界 就会有天翻地覆的认知 一旦成为了金牛领域里的朋友 他们会非常重视你们之间的友谊 搞笑吐槽的诙谐面向 也将展露无遗 你们若心情不好找金牛陪伴 他们会因为观察到你们的情绪 而主动染下整场谈话的气氛王 他们会尽可能的成为你的精神支柱 就算他们必须放下 非常在意的自我形象 也都在所不惜 所以一旦成为金牛最亲近的人 是会很幸福的 但是要成为金牛真正的朋友 就要小心注意了 因为金牛是非常脚踏实地 诚恳又聪明的星座 如果你表现得太做作 恶意奉承 甚至说谎等等 他们会怀疑 是不是有目的性刻意亲近 或是因为这样的表现 让正直的金牛反感 因此在最一开始 可能会被金牛看穿而淘汰 所以想跟金牛做朋友的话 必须要展现自己的真诚 而一旦被金牛画进 属于他们的朋友圈里 这份友情将会是永远的 在爱情来说也是一样的 或许恋爱初期会感觉 金牛就是一只笨牛啦 不会主动找话题 要牵着走才会行动 但这时候的金牛 其实只是还在确认这段关系 或这个对象 一旦金牛确定了 就会将对方视为最重要的人 所有的关爱 关注 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细节 包含金牛自己所有的一切 都会毫不犹豫地掏出来 展现在你的面前 并且会无条件给予支持到底 不离不弃 所以如果你被金牛据点了 那只能证明 你还不是金牛的好朋友啦 一起加油 好吗 常常有人说 金牛就像牛一样固执 没办法吗 他们就是牛啊 不过说实在的 金牛的固执 倒是很难替他们洗牌 但是说金牛不会变通 这倒有点言过其实 虽说金牛慢热 不善言辞 但待人接物都相当慎重 不会乱搅舌根 也不爱多管闲事 他们不会分心于其他事情 只专注自己眼下该处理的事物 或未来规划 而且他们知道 想要有好的物质生活 就要勤恳务实 脚踏实地经营自己的人生 金牛的个性坚强 性情沉着踏实 他们的固执是在于他们心中 已有了明确的目标 或是在处理的事情上 已经有成功的实力 照着实施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金牛做只要有想法 就会谨慎规划 做任何决定前 也都会深思熟虑 再三考量 也不会亲眼放弃 你们说这样的固执 难道不好吗 而就像我刚刚说的 金牛一般固执的点 是在于他们对于事情的认知理解 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熟悉或专业 才会执着于当下这个决定 如果这件事情 是金牛非常熟悉的领域 或是他们已经废了一番心思研究 努力而得出的决定 其实大家相对的也可以去信任 金牛的才智以及决定 反而如果不断的要求金牛更改决定 除了打击他们自我信心之外 金牛也会因为对方 不能信任自己的决定 产生反感 而选择跟你强硬到底 所以在沟通方面 金牛偶尔也会陷入一种 鬼打墙的感觉 他们可能不只是因为相信自己 可能是无法接受 亲近的人不信任而造成反弹心态 这时耳根就会很硬 就算你们的理论再有道理 金牛可能都不会愿意去更改自己的决定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 第一时间就必须要跟金牛有良好的沟通 千万不可以用强硬的方式 不然金牛就会化身成 斗牛六亲不认的暴走 想要跟金牛好好的沟通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金牛做事吃软不吃硬的哦 就像一开始我说到的 金牛受到金星影响极具感性 他们的感性深藏于内心 对情绪的变化很敏感 外表看似潇洒又不拘小节的金牛 其实会因为悲伤的情节 或他人不幸遭遇而感到难过 一般非常爱护小动物 也非常念旧哦 喜欢的小说 爱听的歌曲 经典的动画 崇拜的偶像 都会长存于他们的心中 这是题外话啦 总之外表坚强 内心感性的金牛 在沟通的时候 建议采取柔性劝说 怀柔政策 那金牛们也会因此 再多思考一下自己的决定 并且再怎么固执的金牛 如果做错一件事情或决定 其实他们是会在内心 自我边形 记取教训的 所以他们对自己 其实相当严苛 如果金牛犯错的话 大家也不要给予太多的责怪 及言语刺激 温柔的与金牛沟通 才是最佳方式 大家都说金牛座小气又吝啬 这是金牛座最容易被误解的地方 守财奴 铁公鸡 这些称号 时常被挂在金牛座身上 但金牛真的小气吗 可能有人印象会说 之前跟金牛出去吃饭的时候 他都会先换好百抄零钱 付钱的时候 就付刚刚好那种情况 还曾经听朋友说 他欠了金牛两块钱 被追逃了三年 金牛还放在心上 不是啊 两块钱可以 为什么不还人家呢 其实金星的象征 就是爱与美也有着丰盛富足 只要爱情 婚姻 金钱 社交 都跟金星有关 所以这点也体现在金牛的金钱观上 相对的 金牛对于金钱 数字 理财 也都相对于敏锐 再加上前面说的 金牛向往 艺术般高水准的物质生活 也偏好精神感官上的满足 这些都是他们一生都热爱享有 建立于这个基础上 他们明白任何美好的享受 都必须要付出代价 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 天下没有白事的午餐 所以这些代价 无论是金钱 时间 感情 还是耐心 不管是肉体 精神 还是灵魂 已经磕在骨子里 金牛省吃俭用 精打细算 全都是建立在 要享受必先付出代价的前提上 简单来说 金牛做的务实与勤俭 都为了日后投注在有价值且值得的等价交易里 他们会在日常中清楚的知道 每笔钱进来多少 出去多少 谨慎分析数字是否正确 一切的金打细算 为了在真正美好的人事物上 纵情享受 所以他们真的不是小气 而是懂得如果把钱花在刀口上 在不必要的地方能省则省 而且这边真的要说一下 其实只要身边有金牛做的闺蜜或好朋友 甚至情人 一定都会非常清楚的了解 金牛一点也不小气对吧 因为金牛对于身边的人 是超级大方的 包括我 被金牛请客吃饭 是时常发生的事情 若是朋友生活条件比较困难 金牛可能都会主动愿意多承担一些 并且爱护小动物的他们 可能时常自掏腰包 救助路边的流浪动物 更不用说每年必备的家庭旅行 带情人出国出去玩 情人生活中缺少什么东西 金牛座都会妥妥的安排好 所以在好友情人家人面前 小气吝啬的金牛根本是不存在的 因为金牛座非常珍惜所有得来不易的感情 这样大家应该也就明白 为什么我说 金牛座是十二星座当中 最深藏不漏的保障了吧 真诚的善待金牛座 能够成为好朋友是幸福的 如果你的伴侣是金牛座 那你更加要珍惜 千万不要背叛辜负金牛 只要对金牛忠诚 他们是会无条件的包容你所有的缺点的 以上总结一句话 如果你们认识的金牛 有以上的负面形象 那就代表你们不够熟了 下个月星座喜白就轮到双子座了 双子座的朋友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追踪我的IG 我是阿力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 在最开始 在最开始 因此 在最开始 如果去 如果 哇 跟金牛一起出饭的 出饭 重情享受 你觉得 也偏好精神观感上的满足 也偏好精神观感 没识 没有道中 再次